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回归舞者初心,享受跳舞还好学不倦,俘获众人芳心。 岛屿,回归舞者初心,享受跳舞的王一博,收获了一众舞者们的芳心。 这就是街舞中,王一博的表现可圈可点。在街舞中,我们看到了另外一面的他,足够好学,足够活泼,足够专业,足够有态度。 他拿出了足够的热忱来尊重这个让他爱到骨子里的东西,他在释放自己的力量,去为心中所在。 这份能量传递给我们足够的精彩,到底王一博在街舞舞者眼中是如何存在呢? 一,回归舞者初心。街舞这个节目,对于王一博而言,无疑是彼此成就的存在,出圈出彩到破圈圈份,可谓是最大的共赢局面。 但是有一点,那就是让王一博真正的回归舞者身份,这是他梦开始的圈子,也是他热爱乃至发光发彩的地方。 在众多舞者中,好多人这样评价王一博,在他身上,有一种小时候的状态,就是很单纯的在跳舞,不管这轮跳得好不好,在下场的那一瞬间,一转头,你就能看见他在开心的笑。 这也许就是舞者始终抱有的初心未变,确实经历过社会的魔力后,更懂得珍惜初心的原始珍贵。 王一博的笑,很有治愈性,主要是这样脸庞足够的青春,眼神透出来足够的干净。 二,王一博的好学与努力,终究掳获众舞者芳心。 看下这么多街舞人士眼里的王一博,他们是如何看待他的吧? 首先,POPPINC说,超级期待王一博,因为别人总会跟他提到他,说他跳舞很好,并且还是一个全能行舞者。 在这次BATTLE中,确实不负众望,他确实跳得很不错,并且很多风格的舞种,都跳得不错。 其次,看下长在王一博笑点上的男人,小级对其的评价。 他说今年王一博整体跳舞,架子上稳了很多,不急不慌。 石头呢,说看王一博长得这么瘦,没有想到跳舞的能量那么大。 无论是HIP,HAP,POPPING,还是跳各种风格的舞种,都跳得很不错。 最后呢,来自日本舞者小山桃的评价,说王一博的舞蹈技巧很惊人,并且是一个很高的水准。 经常看到在录制的间隙,他会找步步跟一些大神舞者学习,超级努力好学,在舞台上,是一个十足的舞者。 享受跳舞中的快乐,让舞蹈来表达自己的内心,完完全全投入进去,才会释放自我。 我们无法从专业的角度去评价王一博的舞蹈,只能从感官上去看待,为什么他能够脱颖而出,为何跳得这般具有个人魅力,感染力十足,必然离不开他从小培养起来的舞感,还有他常年累月的坚持。 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,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,不断地努力提升,时间长了,总会成为自己释放灵魂的地方。 都在讲初心,在王一博身上,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全身心投入的那份热情,不在乎外界的一切,只沉迷于自我对其的热爱中,投入专注,必然会传递出其中的精髓所在。 享受街舞带来的快乐,看王一博跳舞,除了视觉享受之外,我们也被街舞的魅力所吸引。 他能掳获众人芳心,皆是因为他全身身心地投入。